各位先生女士們歡迎登機 請關閉隨身電子用品 或設定為飛航模式 好好享受你的旅程 大家好 歡迎收看Pla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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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空服員山 我是機長偉銘 機長已經上電視了耶 對啊 那我表現怎麼樣 當然是全場焦點 講到眼鏡都起霧了 你就只會做這些有的沒的 讓我仔細看看 好啦不鬧了 今天我們要先飛哪裡啊 來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去哪裡呢 要帶大家去 紅製 劍核心還有劍通 劍通是亞洲最大電器類的端子製造廠 而且劍通和劍核心 在第二季的營收表現都創高耶 沒有錯 這些好的景點 我們就是要好好帶大家導覽一下 首先我們先來到劍核心這個景點 它的營收來源有91%是來自於端子 剩下也是其他 那端子是什麼呢 其實電流啊 它在進行輸入跟輸出的時候 大小電流之間的轉換 就必須要透過端子 所以端子這個應用呢 它可以分為電工 家電跟汽車 那劍核心其實 它在第二季的營收年徵率 高達了131% EPS高達了1.07 特別是什麼呢 它在6月的EPS就已經0.57了 已經大於了4月跟5月的EPS 那在未來呢5G啊車用啊電動槍這一些 他們的需求其實持續維持得非常強勁 因為在車用的新品 像是ABS剎車輔助系統啊 LED光源模組連接器啊 還有我們之前一段時間 很熱門的MCU控制器 預計在下半年也會開始放量 那再來第二個地方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紅製 紅製它的產品呢 有連接器啊 連接線組射屏產品 還有金屬充壓鍵 那汽車的連接器主要是應用在倒車雷達 還有車燈控制板雨刷這些地方 那它的第二季營收年增率高達了34.38% 也是非常非常高啦 它已經改寫了單季歷史新高 受惠於筆電啊 伺服器車電這些產品出貨暢旺 再加上4月呢 它已經開始任列新的子公司 Genesis創世紀的營收 所以帶動整體的營收規模就放大了 那展望下半年呢 其實公司非常看好 傳統的旺季已經要到來 而且客戶的需求維持非常強勁 這個是大家可以注意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到這個地方的一個大景點 就是建通 建通啊它的本業啊 涉及到了家用的電子產品的端子啊 連接器還有插座跟車用一行材 那建通其實是剛剛你講的嘛 亞洲最大的端子製造商 那歐盟這個地方的客戶啊 佔它整個營收大概50%左右 欸最近西歐啊 他們淹大水 很多家電都已經泡水 那這樣子的話 對建通來說是會不會受惠啊 欸不錯喔 Shirana有在注意時事 沒有錯 西歐這個地方淹大水 其實最大的直接影響 除了像車子這些東西都泡水 沒有用了以外 還有家電呢 其實都壞掉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建通 它是有一個利多題材的 那建通今年它是首度轉虧為盈 毛利率目前已經突破了20 而且我們預計第二季的營收 是會繼續創新高的 所以毛利率是有機會突破23的 那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環保的微無千筒 因為其實歐盟它在2021年的7月21號 它就開始要求什麼 要求這些產品的含鮮量 要低於1000ppm 那這個東西其實建通 它是少數能夠大量生產 這類型產品的一間廠商 它是一個強勢的寡占市場 那它其實這個東西 其他家在做生產的時候 像是用CNC的車廠去做生產 一分鐘只能做三隻 那用專用的車廠 你只能做到十隻一分鐘 但是你如果是建通來做 它用專用的加工機 它一分鐘可以做到100隻到240隻 所以它的整個生產速度 比同業還要快了5倍以上 真的快很多 電器裡面真的有好多 專業的電子零件 是啊 每個零件其實都是專業的技術 那再來你想要搭什麼 我想要搭火箭 火箭會帶我們去哪裡 今天火箭會帶我們飛向宇宙 那我們要去哪裡 去太陽跟深茂 你是不是想要講星鏈計畫 不是 你真的嗎 對啦 是啦 是星鏈計畫 但機長他們都已經漲一波了 現在入場是在幫台叫吧 什麼幫台叫 我是要帶你飛向宇宙浩瀚無遺 聽我導覽就知道 飛向宇宙浩瀚無遺 Shanna你剛剛有講到星鏈計畫 那你知道星鏈計畫是什麼嗎 我知道 它就是SpaceX 他們計畫透過一個低軌道的衛星群 提供一個覆蓋全球高速網具網路 不錯喔 它其實整個SpaceX 它預計要部署1萬2千顆衛星 目前已經丟到外太空上面的衛星有1661顆 那其實這個衛星它可以分成三種 就是所謂的低軌道衛星 中軌道衛星 還有地球同步軌道衛星 那有興趣的旅客可以看一下旁邊這張圖 整個衛星產業的營收規模 一年大概是2707億美元 但是其實在生產衛星 還有把衛星丟到外太空上面去 這些營收只剩下7% 實際上面有48%是來自於地面的接收設備 還有45%是來自於衛星服務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到2314的台雅 那這間公司它其實取得了比爾蓋茲投資的Kymeta的大單 那包含了原本的SpaceX還有OneWeb在內 台雅是成為整個台廠網通領域裡面 少數通知了三間廠商大單的廠商 那它其實是主要針對 這個地面訊號收發的技術的模組進行開發 那目前其實跟客戶的配合狀況也都不錯 那我們預期其實這些設備的需求會顯著成長 會反映在明年的營收 那其實台雅成立以來它涵蓋了這些衛星的波段 全球首家成功的去研發以及量產 KA波段衛星地面收發機的一個業者 那目前其實市占率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它的技術非常的成熟 它獲得了三間的衛星業者青睞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成為它未來營運的動能 再來第二個地方要帶大家的去3305的生貌 生貌其實是全球前三大的專業焊錫廠 那它其實心電計劃裡面的地面基地台唯一一間 高階席高的供應商 你要知道唯一一間這個東西 你看到眼睛就要放量 當初它花了三年的時間認證 那剛好它在美國也有RD的子公司 所以它跟上了這個衛星端上面 雖然沒有合作 只是它也成為了地面上唯一的一間供應商 目前其實地面的這些基地站 都還沒有開始大局布局 所以出貨量還沒有跟上 但是預計這樣子的量產會放在今年的第四季 甚至一路到明年的第二季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生貌的營收動能來源 聽完我都想要趁拉回的時候 趕快買車票了 沒有錯 美景值得用新台幣支持 機長你該秀出你的法寶了吧 沒有錯 來請各位乘客繫好安全帶 我們要帶大家去秘密星球啦 秘密星球這個地方 其實它是一個Apple概念股 它這一間其實已經切入了 雲端伺服器以及電動車的領域 它在某一項產品是全球最大的供應商 它的市占率甚至超過了4成 想知道秘密星球在哪裡嗎 趕快加入機長的Line Air跟Telegram 會GoGoGo 我們下次見 掰掰